歡迎收看本期的極速點評 各位好 我是小小林老師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LGV16強戰中 目前的世界第一人 深圳旭對陣 陶欣然的棋局 這個小生啊 不知道最近是不是受的柯傑的一些啟發 講話是越來越 該怎麼說呢 嗯 猖狂嗎 猖狂好像是一個 貶義詞 霸氣啦 對就是霸氣 這個深圳旭 竟然在採訪的時候 跟記者說 他今年的目標 是國際賽全勝 OMG 我印象中這句話柯傑都沒有說過 李四時也很狂吧 但我記得他也沒講過 國際賽全勝的意思不就是說 每一個世界冠軍 都是我的意思嗎 很扯耶 真的很扯 然後呢 過了幾天 他用自己跟記者說 嗯 我覺得全勝可能有點難啦 所以呢 我允許自己啊 如果是番棋的話 可以輸一盤 哇 我覺得喔 不講這句話喔 還沒那麼狂 講這句話的意思喔 就是說 我可以決定我自己什麼時候輸啦 譬如說 現在這種16強8強 OK 那我都不會輸 喔 那如果打進決賽 比如說是三番棋 五番棋 OKOK 輸一盤沒關係啦 反正冠軍最後 還是我的 哇哇哇 這個整個狂起來啦 西門太狂啦 但身為奇迷呢 其實 不過身為奇迷呢 我是覺得很過癮啊 這就是我要看到的血流成河 那 講這種話呢 就是一番兩分眼了啦 你站積好 欸 沒人敢說話 乖乖閉嘴 你輸了 馬上就被放大解釋 欸欸 不是說好冠軍嗎 欸不是說好全年不敗嗎 所以我相信 小生呢 對於自己的棋啊 有一定的自信 那如果單就這盤棋呢 深圳序的棋啊 確實恐怖如斯啊 首先呢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全局的勝率走勢圖 紙黑的陶欣然 通盤沒有任何的機會 這個勝率起伏喔 是直的 呵呵呵 完全沒有一點高低起伏 你知道嗎 就表示說 通盤被壓制 喔 所以是陶欣然下的有點不好嗎 這就是可怕的地方 我跟大家講 這個決議覆盤裡面 還有一個叫做 場案現場 什麼意思 就是他幫你分析說 本局當中 欸 哪幾首棋你下的真的很爛喔 掉了很多勝率喔 通常一盤棋裡面 頂尖高手 大概至少啦 五首以上 這個勝率呢 掉超過10%的 但是可怕的是 陶欣然本局勝率降10%的 只有一首 一首而已耶 他只下錯一首 整盤棋就沒機會了 而且這部棋出現在第幾首呢 出現在第三十三首 OH MY GOD 表示從33首 一直到最後終局 284首 雖然最後結果是 深贈序 僅僅以三目半獲勝 但等於是這盤棋呢 黑棋 從頭到尾 都是沒有勝機的 我們再從 AI的這個溫和率呢 來稍微看一下 深贈序的前50首勝率 竟然高達 百分之80啊 真的是有點 太過恐怖 所以這盤棋 我們 只要來著重前半盤 即可 好 那這盤棋呢 深贈序直白 行徑至此呢 雙方剛剛在 右上角 進行了這個 點33定式 拿到先手的白棋呢 選擇在右邊 打入 這首棋也是 擊中了AI的第一選點 但在頂尖高手的棋譜當中 相對少見 比較多 棋手大概會從底下掛 這也是AI的選點之一啦 那小生呢 會選擇 右邊的掛 我相信 一定是有備而來 緊接著 黑棋在這裡幹 白棋 碰來要斑嘛 板來要長 好 下一首呢 有點像椅蓋定式 可是這個棋 白棋不要往前衝 因為衝完之後呢 正常的椅蓋定式 是這邊有一個大飛的位置 可是現在剛好被 黑棋給搶占走了 所以呢 白棋在這邊 先 不衝這一下 保留變化 選擇在 底下一碰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說 如果未來這邊有人之後 欸 我就不是用衝的了嘛 我說不定就可以用飛的嘛 這樣子破了地就比較多 所以實戰呢 這個碰 也是AI的第一選點 碰來 黑棋當然要搬 搬來之後 不是退哦 其實我的第一感是退啦 但是白棋下得更好 聯班 哇 這個處理手法真的是非常了得 因為這個聯班呢 黑棋也不能去斷吃嘛 這個斷吃完之後呢 上方一斷就形成這個苦肉劑啦 所以實戰 黑棋只能 忍耐 一退 白棋退 緊接著各位有沒有看到啦 這個棋 白棋一旦退後之後呢 這邊就留一個飛了 所以黑棋必須 擋住 白棋呢 就可以走到另外一個好點 爬一下 這個爬 是先手 黑棋必須要擋 如果黑棋想要 敲一下 爽一下的話呢 會遭到白棋啊 底下 扳完之後 一夾 的強力逆襲 這個夾哦 黑棋非常的麻 只能選擇 接住 因爲你吃的話呢 被這個白棋打完之後 再一打 這個整塊你要爆炸了啊 我們看出來 再一接 GG 所以這一圖呢 黑棋是不行的 所以實戰呢 黑棋只能擋住 然後白棋再回到 上方的力 那下一手呢 AI是推薦啊 這個 黑棋是可以先搬掉的啦 不過 對於這種頂尖高手來說 這個棋搬掉 稍微有點不願意啦 畢竟把這個變化下掉 而且有點把 白棋殺活的嫌疑 所以實戰黑棋是選擇擋住 白棋 搬一下 各位 本局我認為最誇張的時刻到了 這個班是第三十二手 第三十三手的陶欣然 竟然因為這個棋要用街 還是虎 這一步降了百分之十個百分點 之後 本局就再也沒有真正的機會 你不覺得很扯嗎 街跟臉不是感覺差不多嗎 隨便嘛對不對 但是在AI的角度當中 其實這兩者之間 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差距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到底是種哪一個 好先說 正確答案 應該要用 虎口 嗯 為什麼是用虎的呢老師 這個 不是外面多敲一下嗎 關子會稍微損失一些 但是我們接著看 就可以知道了 這時呢 由於白棋 自身還沒活的關係 他會想要出頭 出頭的最佳手法呢 是在這裡夾 如果你有看到這個出頭是用夾的話 你的棋感還不錯 比這個簡單單蔥要來的好 那夾完之後呢 黑棋的 正常應對 各位要注意了 是用街的 而不是用擋的 為什麼 因為擋住之後 你被白棋多敲一下 你還要再花一手接住 當然你可以不接啊 不過白棋拔就很舒服啦 可是如果是用接的話呢 各位 這個棋 白棋在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下這了嘛 對不對 你看 這個 有一個虎的關係呢 白棋未來要衝哦 其實也是衝不到的 因為我們只要簡單一退即可 所以 表示說如果 黑棋是用虎的 白棋夾黑棋接之後呢 白棋出頭 黑棋就可以 搬完之後 一場 走成這樣子 應該還是漫長的局勢啦 雙方都還可以下 反正各位要記得啦 如果用虎的 白棋抽 底下是非常安全的 好回到實戰 實戰呢 想必陶新娘回家 看這個AI復盤之後呢 也是會吐血啦 本局下的最爛的一手 竟然是 接在這裡 這真的是 始料未及的啦 就在這個地方 應該大家 就隨便啦 接一個感覺也OK啦 但是 當 深圳旭把棋夾到這裡的時候呢 陶新娘突然發現 有點不舒服啊 為什麼呢 因為 此時如果黑棋在接 白棋在場 黑棋斑 白棋斑 這個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底下 白棋沖完之後 就留有一個 斷點 那當然你也可以退 只是 未來白棋在沖完之後 這邊啊 有一個斷點在 就是比如說這個棋 白棋有一個挖 那挖完之後 黑棋如果接的話這個 被白棋這樣子 先手連回 然後這個底下全部都沒有演 當然是吃虧的 那如果你選擇吃的話 這未來白棋有一個斷 當然不是現在下 就是說以後這裡有人的時候 白棋一退 然後黑棋還要做火 等於是 你用接的話 未來就給白棋留有餘味 切斷你的手法 再當這個白棋 比如說這邊啊 或這邊已經出頭的時候 你就要時刻的去提防底下的缺陷 但是你又不可能 自己再補一手 了解意思了嗎各位 看得出來虎跟接這兩者當中的差距 好 如果看得懂的話呢 我們回到實戰 你就會了解 為什麼黑棋是選擇擋住的 因為他已經預見到 如果用接的話 會走成剛剛那個變化圖 白棋打屍 黑棋在裡面夾了一手 強調 你是沒活的啊兄弟 但是這個把非常的舒服 雖然是一個假眼 但是已經讓白棋整塊棋了 稍微變厚了一些 實戰 小生在這裡 藏一手 那黑棋呢 右邊是可以殺他的啦 這邊局部是黑棋藏完之後 一撲 裡面是不活的 但是由於這個外面 洞口還沒封住 所以 黑棋是暫時按兵的動 選擇呢 在底下先加強自身的跳一手 白棋 點一下之後 與黑棋交換完 搶到了先手 左邊開拆 這等於是什麼意思 等於是白棋先手 把黑棋用半邊給破掉 各位 這個在頂尖高手對決當中是 很不能接受的 高手能夠接受你把我家給破掉 但是你總得付出一些代價吧 比如說我的外勢超厚 比如說我搶到先手 可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黑棋的收穫真的有限 因為白棋右邊並不像是一塊弱棋 你後手破眼之後 白棋就從中間輕輕的一跳 眼型豐富 非常難殺 再看個幾種吧 黑棋掛腳 白棋 椅蓋 搬 長 那黑棋呢 因為現在如果用長的話 這個上方的價值很小 所以黑棋是選擇點腳轉換 但是現在已經牢牢的進入到深燈序的 掌控之中了 然後 衝一個斑 單斷 黑棋壺 白棋呢 守在了這個 凌空 一掉的位置上 這手棋其實也很恐怖 AI推薦的是差一公分 推在這裡 但是差不多了 這一潛銷之後 由於白棋全局非常的厚 也不算有孤棋的狀態 所以黑棋要圍右邊的這個正式 非常困難 所以至此的 這個白棋的勝率 再也沒有降過 就這樣一路控制到最後 贏了三木板 而贏下這盤棋之後呢 深圳序的世界大賽連勝記錄呢 已經來到了九連勝 各位啊 現在今年已經過了 五個月了 還沒輸過哦 你們覺得 深圳序真的可以完成 他這個豪言嗎 還是你們認為 深圳序會 在幾連勝的時候 輸掉棋呢 輸給誰呢 老師自己大膽預測啦 這個如果LG杯的拔牆 是深圳序對柯傑的話 我還是看好柯傑啦 因為柯傑應該是不能接受 有人講話比他狂的 所以即便我柯的狀態再不好 也是必須拼死贏下這一局的啦 好各位 把你的看法 打在留言的地方 我都會看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啦 希望各位喜歡 喜歡的話呢 記得幫老師訂閱按讚加分享 比賽的朋友們 也千萬不要忘記幫我點個關注哦 我是夏宏林老師 我們就下期再見各位 拜拜 嗨嗨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收看我的頻道 小宏林網訓課呢 現在擴大招生 回饋給各位企友呢 第一堂課可以免費世上的福利哦 歡迎大家來體驗 那我們的網訓課程包含直播上課 回放複習 線上作業 還有線上的對譯 老師呢 會依照各位學員的其力來分班 讓你用最親民的價格 做最有效率的學習 想變強的企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哦 大人跟小朋友都可以上哦